换油门视频 拔掉手把套 用2.5号六脚扳手或者3号六脚扳手把油门螺丝拧松 直接用手抠开仪表面盖 用小十字螺丝刀拆开仪表三颗螺丝 找到油门线三根线唯一一个端口的 有一根线是绿色的 那个端口就是油门线 用刀片轻轻划开热缩管 当心不可划伤线路拔开端口 用小十字螺丝刀拆开前灯 两颗螺丝 将油门线拉扯出来 取下坏的油门 再取下里面的铝套 换上新的油门将铝套放入里面 用小的扳手配合将端口塞入孔内 切记不可使用大力 以免将端口线弄掉 弄掉 把手把套装回去 把前灯装回去 上好螺丝 固定油门位置处须离手把套一点距离 以防守把套卡到油门 将油门端口插上 注意不可插反 针不可以插歪 把线埋好 不可以压到线 将三颗螺丝打上固定好 螺丝拧紧就好 不可用力 面盖按原来的样子装上去就好 可用力按压几下 使其粘连更加牢固 插上端口开机尝试是否工作正常 开机工作正常后 拔掉端口盖上小的面盖就可以了 用了一张做一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